我是拥有A41的欧新娘 是男人眼中的万人迷 我超级迷恋奢侈品 我的真心狼特别蠢我 他的财产正我随意买买买 我从不担心自己会为钱所困 直到我接到了银行的催款通知 所有的信用卡全部透支 如果不还钱 将面临牢狱之灾 你觉得凶手是我吗 可惜啊 这么年轻 怎么就 怎么就不对啊 可惜什么呀 可惜我惨了可惜 可惜 不是 你是干嘛呢 你又不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啊 在这里面吗 对 看到失手 就觉得是什么人才会把它 放在一个柜子里面 而且那是那样的姿势 它是一个被顿气打伤的脑袋 我觉得是有人搬进去的 漫天的飞雪 预示着这个凄凉的案件 终于拉开了他的序幕 这个婚礼背后有太多的隐情 这么演你觉得怎么样 行行行 隐情多就好车 你们好了 现在是我的未婚夫死了好吗 她现在 你可能用比较好一点的方式问她 我要不要去这亏 不是 这要干嘛 你求什么婚呀 她 丈夫 丈夫 都会是单本 尽量压制一下你的悲痛情绪 好吧 回忆更多有效的信息 我是欧新娘 嫌疑人欧新娘 鬼伴娘是我的闺蜜 嫌疑人鬼伴娘 他们两兄弟我不熟 嫌疑人大伴郎 嫌疑人何正婚 这个策划是我老公找的 我也不熟 嫌疑人 张策划 他们跟你老公八年的 我跟我老公才认识一年多 老公没提过这两人 提过 但是我跟他们不熟 没见过面 没交情 你们各自在中午十一点半左右 都在干些什么 十点十分左右 我确实是去找了我三弟 昨天彩排的时候 我们俩手机拿错了 去找他换手机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小口角 方便透露 最近 他过得比较好 我一般 本来是想找我三弟借点钱 炒股欠了点钱 我们可能是过命的交情 但是过钱好像他不太开 那你为什么不找他借了 不找了 给了 借了 我借一个亿他给我两千 男人家结婚的时候 你居然能跟人推推 嗓嗓 八年的兄弟 就真正的兄弟啊 真的是不拘小姐 我可能会怀疑何正婚 他们之间我觉得还会有更 更深层次的这种东西 不像他讲的这么浅 但我觉得可能不止这么简单 欠债还钱是什么意思 他应该是遇到了一些债务纠纷 找我老公借钱吗 这有个手机 佛正婚的那个手机啊 给真新郎发过信息说 三弟怎么不接电话 大哥最近缺钱用 找你帮忙啊 发现款一个亿啊 觉得未婚丈夫的这个死 跟佛正婚有很大的联系 初步断定应该是一个 以经济为主的一个纠纷 这文件里都有东西吗 M是国有土地所有权 转让异象书 大半郎跟佛正婚 他们之间有一个 土地的买卖合同 那这个合同呢 是在我结婚的前一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经济纠纷 他们来找我的 我新婚的丈夫 去沟通这件事情 结果未果 所以产生了杀人的念头 杀人的动机 马兰山的山坡啊 这个短裤是你的吗 你找短裤干什么 是你的吗 对不起 侦探是我的 你们玩死我算了好不好 一会儿说九点半 我没着玩 对不起吗 这个短裤是你的 是我的了 为什么这么湿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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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拯救我 这第二个照片 就是他们三个人 桃园三结役的照片了 侦探 你看我一眼 后面还有字 赶紧把它拼起来 只剩几分钟了 我拼了 我拼了 我已经拍下来了 但是后面那个字我没拍 这类什么字 大雪为盟 荣如雨共 同生共死 桃园三结役 刘冠章 何正昏的房间找到的 一个土地买卖的合同 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然后就是你们三个人的 关系已经破裂的一张照片 在垃圾桶里找到 背后写着是你们过去的海事山梦 煞雪为盟 荣如雨共 鸿生共死 没错 好 继续 因为他们三兄弟之间的关系 一个兄弟请再加上经济纠纷 现在的推测就是经济纠纷案件 新娘子 我觉得你的反应和表情完全就 你要么就是真的是凶手 你现在 今天是一个 有A41的一个火辣女神 我什么反应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爱什么反应就是反应 哇 你看她今天态度好奇怪啊 你那是A4只横过来 吃熟蛋了这是 吃熟蛋了 今天真的好狠啊 你的爱人即将你俩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 横死在结婚现场 你应该失态一下 你应该 来来来 你刚才说了 他要哭了 往上去 好了好了 你难过了 你刚才说了 好可怕 他那眼神的妈呀 我的妈不是你 好了 好了 换下一个 他拿抵得住你这一撇 我的天哪 这个狗头侦探 我觉得他这个名 他这个名号 他这十二期完全都洗透不掉 气死我了 就是这个新郎新疆家 他们家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新娘 他们家还有一个箱子 新娘 在 日记 哎 好看 他买包包的一个数据 是不是能打开那箱子呀 110也不对 全部集中到我这里来了 我不是凶手 没有人在 请把你的包打开 可以吗 你自己开 什么叫我们自己开 我们自己开 你们把我的名牌都弄乱了 所有的我这个爱钱的表现 或者是说 我想要买包的这个表现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 能灌我这个毛病的人 我怎么可能会让他死呢 对不对 这里有好多血 这里有好多血 给我看看你的手 你手有血 我要再去看一遍 我觉得 我可以看看你的戒指吗 我可以看看你的戒指吗 我把人搬进来 会不会戒指滑到这个木头 因为这里有一个痕迹 还有这个痕迹 也是腿搬上来的时候 可能会滑到的地方 滑到戒指了 哪有 合正昏的戒指 我借来戒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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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的手上有血 最后看到的那个 衣柜的爬痕的话 那我会选择 何正昏 今天的这个案件 就是一个三兄弟的 一个无间道的这种案件 凶手一定是何正昏 何正昏 老实说一说吧 只有凶手才会盯着一个人咬 他超厉害的 你们尽量不要被他骗了 他的推理是正确的吗 他是全程说谎的真凶吗 玩家请猛戳专题 竞赛真凶赢得大奖 真相到底如何 真凶到底是谁 真相破解版 每周日二十点 正片直播 尖小真相